嗨,大家好,我是瑞翔 我們兩個今天就是來到這個 馬沙博序 我們就是要在這裡回答大家給我們的Q&A 來回答大家對我們兩個的一些問題 Let's go 台灣的台北 因為我的中文名字中間有個 爐字,那為了讓日本朋友方便叫 我就叫瑞翔 我自己之前都喜歡 知道做角度哇 其實連名字都下一 Java Roo這麼說它這樣 女人快樂 目色紙嗎 我很喜歡 皮膚很白,然後眼睛很大 雙眼皮的男生 跟文檀uity和好相反 台灣,あぁ我? 隨便你 那我叫做文端的文端 然後文端就說了 絕對是不一樣的 什麼意思呢? 你怎麼會做文端的文端? 你怎麼會做文端的文端? 神經病的文端是不得送給你 神經病的文端 這是什麼意思 那是什麼意思? 你怎麼會做的文端? 你怎麼會做文端的文端? 我喜歡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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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出た!出了! 寿司好 我就是在想要想吃太多,不然是太多 文端是想說不太 所以,你在說我講這樣就對了 確,文端是… 比如說,我就是貴腸麵,路如正給浮沙 那是喔 路如飴買了的東西也很適合 很有趣的我使用的 很厉害 我使用得很ess 我以為你能夠融入的時間 那些事情我可以提出的 我沒有解釋的事情 所以我可以看一看 這件事是一件最好 我會喜歡你 那你以為誰是在吃嗎 在後面的人 大方先生 好吃 Dragon Ball 好像很熱 很暑い 一堂圈出來了 我好愛監察教室 我愛監察教室 這是一個搭訪遊戲 LINE遊戲嗎? 對 最近很興奮 我吃東西的時候 都一定要吃四個倍數 一定要吃四口 或是一次要拿四片洋芋片之類的 什麼都要做的 都要從右邊 我喜歡吃四個倍數 像是在懸 пров心工作 我真的不一樣 我身體感蠅土 無人自身,足跡的ショット 我愛吃四個玩家 對呀 iss好不問題 對呀 就是…寝たら忘れちゃうことかな いい部分もあるんだけど 悪い部分も多くて なんでもかんでも寝たら忘れちゃうんだよね 文章の好きなところが純粋で 人に対して悪意を持たないところ 嫌いなところは何事があったらすぐ寝るところ 文章の好きなところはとにかく社交的だし あと頭がいい すごくね言葉がポ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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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てくるの あと悪いところはちょっとドジかなすごく すごくドジってところとちょっと暴力的 やだとかそんな感じです 私の文章今アイスワールドに入ってます 毎年30度 やばいめっちゃ寒そう カメラ暴れちゃうんじゃないの? 暴れちゃうとも そうすぎ泣いたもん やばい 見て凍ってる でも完全にルーちゃんやま ルーちゃんが先に? ルーちゃんがやまる うん どんの 해が見えるか 夜の動物なく休憩じゃなくて24分 やっぱり いつも教えている あとは分かる日誌を学んだ い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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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冷喔 好冷 好冷 不然是寫文章的 因為在日本就會有很多 也是一個人在外的心情想跟大家分享 或是覺得可以幫助後人的地方 這時候就覺得說 感覺只有部落格還是文章 它擴展都不夠廣 沒有辦法讓更多人知道 所以我才會開始拍影片 就希望我上傳影片的資訊 一些都可以幫助大家 我覺得要怎麼把自己想要傳達的東西 用影片就是完全不是在講話的 也要用比較娛樂啊企劃的方式想出來 這個東西還蠻難的 因為以前我都是寫文章嘛 就比較可以把自己的想法傳達給大家 可是現在用影片的話 就會覺得好像不能再用這樣子 只有在講話的感覺 所以就在想要怎麼用企劃的融合 那目前我們還沒有想去自己覺得滿意的方式 所以就還在努力中這樣子 就像是新聞人員一樣 哈哈哈哈 為什麼 我看見YouTuber的源氏先生 我經常學習了 我憂鬱的時候就會去聽阿拉西的音樂 或者是以前我喜歡的日劇的片段 就是想說 就是現在有很辛苦的事情 但是呢 我也一度努力到現在了 就會覺得 嗯 那好像其實沒這麼憂鬱 如果再給我選擇一次的話 我還是會來日本 因為在我來日本之前 我就是一個沒有什麼目標 然後對生活也沒什麼動力的人 但是就是因為喜歡上了日本的一些影視產業阿 然後來了日本交換留學之後 喜歡上日文 讓我覺得 喔我開始會變成一個想要為了自己的目標去努力的人 所以對我來說日本像是一個啟蒙還有一個轉機吧 就是要是沒有來日本這件事情 我就不會遇到那一個願意努力的我 所以如果再給我一次機會的話 我覺得我還是會選擇來日本 如果是我自己後悔的事情的話應該算是沒有 因為我覺得現在走的每一步都是會跟未來連在一起的 那 就算有很不開心的事情阿 或是很不順利的事情 但是到最後發現 好像其實都連到一個好的結果 所以沒有真的很後悔 那如果是 跟別人的關係後悔的 可能就是家人吧 我媽媽生病的那時候 因為我在南部念大學 然後家裡的人也為了不要讓我擔心 沒有跟我生媽媽病 我媽媽生病的時候 我就不太有回台北回去看她 就 現在想起來是覺得很後悔吧 那個時候是完全不會害怕耶 就是有一句話叫做出生自獨不畏虎嘛 因為那個時候我從來沒有出過國 然後也不太了解外面的世界是怎麼樣 所以其實反而那個時候是沒有害怕也沒有擔心的心情 就是我要衝阿這樣子 真正開始感到害怕的時候 應該是來這裡居住之後 去想到很多關於未來的事情什麼的 人其實越來越大 因為你要背負的責任會越來越多 例如原生家庭阿 還是未來有可能會組成的家庭 所以我覺得真的是勸各位觀眾 要是你還年輕有時間跟精力的時候 要去做任何你可能想做的事情 不然之後有越來越多責任的時候 都沒有這麼容易了 全然 好像 最近可愛型男子增加了 所以那是人家庭的 那是人家庭的 那是人家庭的 提供這個機會給自己 所以 我覺得來日本最大是真的開始懂得要感謝 然後再把這些東西要回饋給後面的人 所以 現在就是努力的拍著影片 希望可以把能夠傳達的資訊給大家 就是懂得感謝還有喜福 還有要傳承的概念吧 那是雲丹 我是雲丹 你每次都看過影片 謝謝 還有 大家 很高興 特別是 日本語的留言 非常好 然後 我都沒有分析 你把中國語的留言 都聽到 我現在剛回家 所以現在文章 她是穿著這個外套 對 因為晚上比較冷 那我也是就是謝謝大家一直以來的觀看 然後呢我們這個頻道就是才一年也沒有說很久啊 但是今天我會努力做出更多跟日本有關的影片 再請大家今後也多多指教 那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影片也歡迎幫我們分享喔 幫我們分享影片是對我們最大的支持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 謝謝大家幫我們倒十萬 謝謝大家幫我們倒十萬 掰掰 下次再見 掰掰